我是Vincent,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在低潮中创建希望 2020年全球面对新冠疫情,我相信2021年省事更长的时间,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与这个疫情共存 2020年里面许多企业在被逼的情况之下按下了这个暂停钮 但是同时也有许多企业选择寻找突破点,让他们的生意能够在疫情的新常态之下照样的运作 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之下,许多行业都受到影响,比如说旅游月、酒店业、还有实体的零售业 那么Netool的生意有没有受影响呢?Netool的生意有没有暂停钮呢? 答案是没有的,在这段期间里面呢,我选择寻找突破点,让我的生意能够在新常态的情况之下呢,继续运作 而绝不会选择按下暂停钮 因为我选择不让我的生意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情况之下呢,坐以待毙 所以我寻找了5个突破点,第一个是善用Zoom Netool在2020年里面呢,安排了一系列的线上的training 从Cambridge HO到Licebank 那么这一系列training里面呢,让我和我的整体的主员呢 能够在没有办法有实体的training的情况之下呢 保持我们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呢,把我们的顾客服务的更好 而把我们的生意的影响力呢,受疫情的影响力呢,降到最低 同时呢,我也在外呢,参加了一个商业平台,叫做BNI 那么这一群来自隔行各业的老板呢 在去年2020年呢,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扶持我们之间的生意呢 让我们各个成员里面的生意呢,尽量不受到这新冠疫情的影响 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呢 在2020年的我的新客户里面呢 有60%呢,是BNI的这些隔行各业的老板呢,转借给我的 那么另外的30%呢,是我手中的满意顾客转借给我的 那么还有5%是来自我的project 100 还有5%呢,是来自我其他的social media而找到的新客户 我第二个寻找的突破点呢 是用zoom来做one to one diet 或者是其他产品的这个consultation 在mco,rmco和cmco的情况之下呢 因为都还是属于疫情 所以呢,客户呢是非常的担心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这个consultation 可是他们又想知道的更多 我就想了说,既然我能够通过zoom来上课学习 也能够通过zoom来做我的BNI meeting 那么同样呢,我可以用zoom来做consultation 所以呢,我会安排和顾客定下一个他方便的时间呢 过后呢,我在大概一到两个小时之前呢 就会把所share用的资料呢 用Lalamove送去客户的手上 那么来进行这个zoom的consultation 那么过后呢,我再会善用我们 我以着我本人的VC wellness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是公司的YouTube channel呢 把一些见证发给对方 那么这样子呢,来做follow up的话呢 那么就会把我的生意的影响降得非常的低 第三个突破点是开始VC wellness的YouTube channel 我个人还有我团队里面的consultation呢 手中都有非常多的成功的真人真事 可是这些故事呢,往往呢 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传开出去 那么开始了这个YouTube channel过后呢 有四个好处 第一个呢,它提升了整个团队的专业形象 第二,它提升了consultation和顾客的信心 第三呢,它是属于24小时online的见证 那么通过善用这些YouTube channel 当然还有善用NATURU的YouTube channel的话呢 我过去2020年里面的整体的生意额呢 没有受到多大的波动 在VC wellness的YouTube channel的第一个phase呢 现在我是在build up整个team的这个见证的video 那么在创造这些video的过程中呢 第一个我做到的就是尽量鼓励是顾客亲自录音 那么第二呢,我是鼓励整个team一起做 那么我们的case呢才会多元和多种类 那么团队呢也做到借力和复补的效果 第四个突破点呢就是持续的学习 让我的薪资教育不断的成长 我很清楚知道说 如果我要让我的生意有一个不同的突破 我要在不同的领域有更好的发展的话呢 很多时候我现在的知识和能力呢是有限的 如果不断的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我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些不同东西 那么现在这个年代呢 social media社交媒体就是最重要的一环 可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做social media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说你好像一直在做 可是那个出来的效果可能还不是心里面所想要的这么理想 所以呢我就花了一段时间呢 在网上的通过youtube的channel呢 很多学习的video呢我就再看一次再学习 那么一些基本的学习呢是免费的 可是有一些更深入的学习呢是要付费的 所以呢我在选了一些好的老师过后呢 我就选择付费呢 学一些更深层的东西 那么想办法让我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工作呢 能够取得一点的突破 第五个突破点呢就是开始promote bio 那么在natural的事业的科兴价值呢 就是这个奇创共享美满人生 在这里呢我们是投资一个事业 那么让我们除了有一个事业和财富的累积之外呢 那么也同时能够累积我们的另外五个心灵财富 而达到离苦得乐的效果 在这个事业里面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事业与财富的目标呢 我们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如何让我们生活上自由 那么第一个是财富自由 在过去的经营里面呢 我其实是属于生活已经非常的自由 那么财富呢也累积了一点 但是呢如果要真正获得财富的自由的话呢 我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我很清楚知道要达到真正的财富自由呢 我必须要promoteBO 那么在2020年里面呢 我总共promote了4位3000db的PO 那么到年尾的时候呢 只有一位呢 还是保持活跃 那么成功率的确只有25% 可是我并没有因为说成功率25%而放弃 我是要想办法说接下来的2021年呢 如何把我这个promoteBO的成功率呢 从25%提升到5070省至80% 那么我是很清楚知道说 我之前三年前呢 promote了一个BO呢 就是steve 那么我也用了三年的时间去更进去栽培他呢 那么在2020年里面呢 他开始保持active 那么他的业绩也开始更加的稳定 所以呢 培养一个新人的成长 培养一个比喻的成长呢 的确 他必须愿意commit三年的时间 在这里发展的话呢 三年后 他就会开始看到他的成果 在赛培西培的过程中呢 我一直重复的告诉我自己说 我要这个比喻成功的话呢 我一定要想方法 我不能让自己呢 掉进这个借口的陷阱 所以在过程里面呢 所有的这个啊 crab哦 cv给我的crab呢 我都会想办法说 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呢 让他能够继续成长 让他能够继续相信netro的产品 让他继续能够相信netro这间公司 所以这一个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只要我保持这个信念说 找方法 那么呢 问题就可以解决 经过Jain的指引过后呢 我就发觉说 要成功的栽培一位BO呢 必须符合三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 这个BO呢 本身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一个事业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有了过后呢 他到底有没有commit 下定决心 commit三年的时间呢 在这里好好的学习和发展 只要他有清楚的目标 他愿意下定决心 同时呢 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完成做到他要的目标的话呢 那么他在这里呢 就有了他初步的成功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想到 一个目标 也想得到那个目标 但是在这个想到和得到之间呢 就是一个做到的关键点 所以只要这三个目标 下定决心和做到的三个元素 同时 同时出现的话 同时完成的话呢 那么这个BO呢 就有机会成功的在这里发展下去 在2020年呢 我就选择了这五个突破点 所以因为我坚持在2020年里面 做这五个突破点的话呢 那么我去年就是12月的时候呢 我做了一个统计 我就比较我2019年和2020年的收入 那么我就发觉说 原来我2020年的收入呢 和2019年是保持一样的 那在这过程中呢 当然我是有担心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 但是呢 因为我愿意去改变 我愿意去突破呢 那么才会在2020年 对许多人都是属于一个很失望 很低潮 甚至很多人讲说2020年是摆过的 可是在这2020年里面呢 我创建了我的希望 当我发觉我2020年的收入 和2019年是保持一样 而没有下滑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么过程中 当然我还是有担心许多其他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问题我要解决的 但是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16个字 当我们越担心想的越多的时候呢 你得到的是问题 想是问题 做才是答案 当你想的越多的时候呢 你越害怕的时候呢 你会越犹豫 所以输在犹豫 赢在行动 这16个字呢 就是我总结我2020年的心情 在如何在2020年 甚至将来2021和更长的时间呢 我们还是会面对整个市场经济的低潮期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如何在低潮期里面创建我们的希望 2020年2021呢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疫情的低潮期呢 非常欢迎你和我们的consultant取得联系 那么我的分享就到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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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